诶 可惜了 多好的一个小家伙 大长老这儿熟 唉 小家伙 对不住了 小妍 这次你死定了 这就是棒啊 喂 要不 我去把柳芹打一顿 只要他不能出场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拜托 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有请参赛者上台 哥 很狠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小妍 哥哥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放心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既然战斗不可避免 我自会放走一搏 哼 不要说我轻视你 猎山枪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 我希望待会儿 你能具备这个资格 很快你便会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 青莲变 我早说了 这家伙在我哥手里 根本不看影情 竟然比我的猎身枪还重 为什么我的斗气的削弱 不对 这尺子有古怪 打击 不 当你劈滚爪 哼 不错的精神斗技 不过刚猛有余 耗尽不足 那可为啼 暗尽 怎么可能 我居然把柳琴给逼退了 好样的 萧嫣 干得漂亮 我仍不能抵抗你 不过想靠这边打败我 可还差了点 试探结束 可以认真战一场了她 你呢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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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Reality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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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居然近身肉活 居然有些夜蛮 但这才是哪人的战斗方式 强谱第三果然厉害 看来得想想办法了 终于撑不住了吗 我倒要看看 你给这盔甲当抵挡多久 小炎的战斗力确实非凡 不过与柳芹的战斗 恐怕还是要以失败高中了 这果能量波动时 这果实 现在想走 把刺 报 小炎 热得漂亮 哥 老大 我早听说 小炎掌握了一门威力极大的火炼斗技 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吧 他现在已经晋升到斗铃 斗技的威力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柳芹呢 柳芹呢 难道已经 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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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 老大没事 你很不错 不错 有资格让我动用猎身枪了 这招 这招 我本来是留着对付李秀牙的 不过如今拥在你身上也不算是凑落了他 小炎 如果有技巧我这招 强往前三 柳芹双手奔上 没想到 柳芹连猎枪都用上了 没想到 这么一个新人 居然能把内人老牌强者逼到如此程度 算他上市本年都最大黑马了 我刚用了绝招了 这可是玄界高级斗技 小炎输定了 对吧 柳芹要动真格的 小炎 你会怎么接他这一招 好 我们便最后一招 变胜风 柳芹学长 强绑前十的名额 我小炎 要定了 这 这是什么斗技 看这等天地异响 至少也是个地界 这小炎 到底还有多少体牌 这两人的斗技 怎么会突然比先前强了十倍不止 罢了 倒是如果真无法控制 我再出手便是 减少 尖赴 打æ 掖分 试浪 glowing 走 快看 搞什么 两个动灵战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还是动灵战斗的战斗吗 是 快 快要倒击固体 要是被政府能量波及到 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都活下来 空间封锁 放中 好险啊 希望大招落在这 不然我们都会没命 这两个家伙也太无奈了 为了个强放前十 至于吗 小眼哥哥 大招 大招 萧嫣哥哥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已经用斗气封住他们的弓体 不会有事的 萧嫣 哥 你怎么样 大哥 你想想 说句话呀 想不到 以柳芹的实力 竟然也会被萧嫣搞得这么狼狈 这应该是内院强榜大赛 搞出动静最大的一次了吧 哥 大长老 两人都昏迷了 这场比试 到底算谁赢 这局就以平局结束吧 他们两人并列进入前十 我宣布 强榜前十名的名次争夺赛 全部结束 以伤势员故 柳芹与萧嫣并列第十名 可惜了 没能和柳芹 校园战一场 可惜了 实在是遗憾 太好了